欸有的人還真的是蠻年輕就少年白 更何況是我們在自古以來有的人 這個情況在現代還是有可能會出現 對啊 所以該怎麼樣來預防白頭髮的問題呢 好 今天邀請到兩位不曉得她們是染髮染得漂亮 還是天色沒有白頭髮 黑髮變白髮讓人爭苦惱 到底要如何才能擺白髮呢 今天來到現場之前的媽媽有 愛子媽咪蔡佩儀 玩偷媽咪小薇 另外今天所邀請到的專家代表 則有皮膚科醫師黃正洁 終於是李子儀 有機美人想學文 一起教大家找回烏黑料理的頭髮 早摔白髮跟著來到底要怎麼辦 在八十歲的時候 會開始會開始掉頭髮囉 真的假的 我最近真的開始長白頭髮了 對 然後又 那你現在早摔喔 為什麼她都在看夏天 比我說那你早摔你還笑得那麼開心 你不懂我們內心的煎熬啊 沒關係 我今天又準備黑髮 好 天然藥髮皮要外輕鬆染髮不傷身 這兩個的效果呢 對於在我們的頭皮跟我們的髮根 其實它都有加強的效果 那它會讓你的白頭髮 從一根白色的 然後慢慢會先變成金色 然後金色慢慢變棕 然後棕色會變成你的自然髮色 而且重點是長出來的頭髮是黑的 當然我想喔 這個黑髮變白髮 當然我們剛剛有講到了 有可能它是小時候 對 也許是遺傳因素 也有可能吧 對 但是如果不是遺傳因素 有沒有可能是別的原因呢 欸 小薇 我要問黑髮變白髮有沒有可能是生病了 對 妳有問過自己嗎 生病有 我看妳都很健康啊 因為我覺得我真的瘋了 我一直都很活潑開朗的一個女孩 為什麼二十幾歲她就開始出現了白髮 我有二十幾歲二十幾歲 我大概 所以我就覺得我是不是有病嗎 所以開始在問自己 對 那妳爸爸媽媽頭髮的狀況是怎樣 其實我爸爸有少年白 因為打成我小時候的記憶喔 他就是不停的會去理容院 有沒有那種老師理容院躺著 給人替鬍子染髮那一種 他從很年輕在教書的時候 他就是 真的啊 所以其實我到二十幾歲有白髮 我就心裡第一個OS是說 嗯 我可能是少年白 我從來沒有想過有別的解決之道 就是不停的染 不停的染 來來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好不好 來請教黃醫師喔 對 我們今天要講就是 有可能是生病的白髮的話 不是那種偶爾發現一兩根的那種 是你聚觀上無法忽略 看得到像小薇的那種的話 其實就算是白頭髮 可是小薇的那種應該還是偏 就是跟菁英有關係是遺傳的 那這次佔大部分的case 少部分的case的話 他的白頭髮可能跟一些 身體系統性的疾病有關 我這邊有列個列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可能像惡性頻顯 或者是甲狀性功能異常 骨質減少 或者是有一些營養素的缺乏 維他命B12 銅離子 或蛋白質 感染性的疾病的話 像是肺結核 酶毒 然後還有一些吃一些藥 譬如說抗虐急的藥 這些因素有可能會造成白頭髮 那樣的白髮量是多少 它可以是局部也可以是整個頭的 就很難講 所以其實不一定 所以有的人會曾經 真的是真實的案例 就是可能這些六個因素之一 然後突然醒過來 哇 頭髮突然增加很多 呃 不是 我們醫學上 事實上也有一夜白頭這件事 但一夜白頭這種東西 不是因為他一夜長了這麼多白頭髮出來 而是他一夜之間黑頭髮掉光了 喔 對 是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本來就有白頭髮 他本來可能就有一些白頭髮 可是因為夾在黑的頭髮當中 他看起來就是只是灰而已 可是你白頭髮 因為頭髮長的速度 本來就是一個月平均大概一公分左右 所以你一個晚上再怎麼長 你也不會長這麼多白頭髮出來 那已經長出來是黑的頭髮 他就不會變白的 所以說他是黑的頭髮掉的關係 真的啊 真的會一夜之間嗎 還是他只是一個 醫學上有這樣的報告 不是 如果你有長白頭髮 然後你的黑頭髮突然起床起來 那個床上一搓 那你那個白頭髮的數量 就突然看起來是多的 那那個是壓力造成嗎 還是也是疾病 是不是 對 因為這個病其實就是 所謂的鬼剃頭 他只是剃的這個範圍比較大而已 整個頭的黑頭髮掉 那那個就要找法師來處理囉 對啊 鬼剃頭 要處理的話當然是要染啦 但實際上這是一個 算是頭髮毛囊的疾病 所以其實應該還是要找皮膚可以使 那是皮膚出問題 對 是皮膚可以使 那做法是沒有用啦 對 不過他剛剛所講的 比如說什麼惡性貧血啦 假裝性等等 如果說以營養缺乏的角度 也有可能會白頭髮對不對 向老師 實際上我把我自己的了解 對白頭髮的了解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實際上 我自己很有白頭髮的經驗 所以我發現其實很多的時候 大家說白頭髮是遺傳或少年白 我在這部分我會比較強調說 其實是因為飲食 因為其實你看 很多人有夫妻臉啊 或是親子臉 或是一家人很有默契 其實是吃出來的 那也因為 吃出來的 是 所以不是因為DNA 我們是親子的關係 絕對有影響 但是也是因為我們的飲食 會讓把這個基因上的這個 趨勢 會變得更強烈 那所以就是說很多的時候 然後我們如果透過營養的掌握 其實白頭髮是可以變黑的 其實我們的頭髮 要分泌黑色素 最重要的就是銅 那這個銅如果缺乏的話 白頭髮會不會多 還有B群 像很多現在大家壓力大喔 對 然後B群一不夠的話 你頭髮掉啊 或者是 變得容易白 非常非常嚴重 那妳說的銅 它什麼樣的食物裡面有這個成分 對啊 也就有很多的銅元素 像銅啊 萌啊 這些微量元素 在很多海鮮的食品 裡面也都有 就是銅跟維他命B群啦 是 我補充它 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在內經上說 擺頭髮應該在什麼年紀發生 好不好 正常的發生年紀 他說女子六七三陽脈衰雨傘 面肩膠髮死白 六七四幾歲 四十 六七四二 對 不是六十七歲 是四十二歲 所以如果你是在四十二歲之前 就開始擺頭髮了 代表妳長痠 那我們再來看看 為什麼原因會長痠 小薇 小薇妳早痠 腰都起不起來了 還好不是男人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男生他說 男子五八勝氣衰 髮舵吃稿 就是在五八四十歲時候 開始會開始 真的假的 對 妳要注意了 對 我最近真的開始長白頭髮 對 對 然後 那妳應該早摔喔 為什麼妳看下一句 那個時候只是 林醫師 妳手指的比我說 那妳早摔妳還笑得那麼開心 妳不懂我們內心的煎熬啊 沒關係 很痛苦是不是 我們今天有準備黑髮擦 用擔心 希望可以拯救我 對 對 因為對於我們男人 不管是男人女人都 我想心態是一樣的 四十歲之前的我 妳要在我頭髮上面 找到一根白頭髮 很難 看看一年能不能找一根 可是我四十一過 我跟你講 尤其今年喔 動不動看到白頭髮 拔光了 兩個禮拜 又長好幾根 真的喔 真的摔了 因為正常的男孩子 應該是在六八 四十八歲的時候喔 他才是陽氣衰竭雨傘 然後他才會面膠 就是沒有彈性了 他才會髮病斑斑 妳說我這幾年 我就沒有彈性了 四十八 沒關係 我們這一次有很多專家 就是會準備很多很好的食材 跟大家分享這樣 那個情況應該是說 妳沒有保養對了 就可能變那樣子 對 就說這是在內經中提出 就是我們人體一個衰老的時間 可是 那我們要去看的是說 那為什麼有的人 他是早於這個時間 有的人他是晚於這個時間 中間的差異點是在於哪邊 那因為我們剛剛說的 頭髮是血之魚 妳這張借我 所以啊 剛剛我們華醫師有說過 惡性貧血 會造成白頭髮 因為頭髮為血之魚喔 所以頭髮會跟我們的肝臟跟皮這樣 最有關係 再來就是跟我們的肾臟這樣 因為肾之滑在髮 就是肾氣主的話 你頭髮會很有觀者 很飄逸很烏黑 對 可是如果肾氣不足的話 就要小心了 對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大家可以先注意一下 除了我們的飲食生活習慣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 譬如說 妳不要11點前入睡 不要傷到妳的肝腎 我們剛才說的肝頭血嘛 那基本上 像我的病人 有個病人 他就是因為頭髮變白 他大概是45歲左右 那他是覺得說最近壓力很大 頭髮突然白了很多 他來找我就診 那我就是用了一些就像補腎的藥材 又用到三葉啦 用到核手屋啦 用到女真子 然後他就是治療一段時間之後 他的白頭髮居然轉黑了 而且他手上本來還有老人斑 那老人斑後來也脫掉了 就不見了 這麼厲害 我想問一下 像我老公就是這個 我很質疑是不是 他又腦過度 或者情緒壓力 會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說的就是說 他跟乾皮腎是很有關係的 那基本上呢皮組優失 可是皮本身呢也是同血 所以如果你優失過多 煩惱過多的話 你是會刪到皮的 那我們剛剛說髮為血之獄 那你就會影響到你的頭髮了 所以其實情緒的壓力啊 也會影響到我們頭髮的 比如說容易變成很斑白 就是不再無黑亮麗 那如果你優失過多也會 或說你腎氣不足也會 所以要從這三方面同時著手 可是當醫生的對不對 壓力也很大啊 你看我們黃醫師頭髮也很無黑啊 黃醫師昨天才去染啊 白頭髮請你不要來 我可不可以預防要怎麼樣預防 然後讓他不要長慢一點 要五六十歲再來長 那第一個你要做到什麼 譬如說乾 你在乾筋在走的時間 11點膽經 乾膽時間你就要休息了 晚上11點 對 這就是預防之一 譬如說你不要把壓力 換在心裡面 適時的運動 可是當醫生的對不對 壓力也很大啊 你看我們黃醫師頭髮也很無黑啊 黃醫師昨天才去染啊 我真的很沒有想過 這以西醫的觀點咧 這個壓力大 真的會造成頭髮比較容易白啊 其實的觀點的話 我們頭髮的黑色素 是來自於那個毛囊 就是在我們頭皮裡面的那個 黑色素細胞 分泌的黑色素 那這個黑色素細胞的話呢 它隨著頭髮的生長週期 大概經過十個週期 它慢慢的就開始枯竭 它分泌的黑色素量變少 就是灰髮 如果完全沒有的話 那就是變成白髮了嘛 那我們頭上十萬根頭髮 總是會有一些黑色素 偶爾會出一些錯誤 所以你偶爾會發現一、兩根黑頭髮 那我們如果是壓力大啦 坐席的問題 或者是這個飲食不正常 空氣中的污染啦 或者是紫外線等等 都有可能讓你這個錯誤的機會變大 所以你有可能會產生比較多的 那種零星的那個白頭髮的問題 那如果是遺傳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每個人他都是一個range 因為我們如果是遺傳造成的那種白頭髮的話 會先從病角的地方開始 然後 它有順序的啊 對 然後 遺傳的話是從病角先擺 就是說那種真的是因為黑色素細胞 它已經枯竭了 它已經經過它完成的 它的那個生命周期 它已經不會再分泌黑色素的那種的話 先從這個地方開始 不是 它的枯竭的意思是什麼 是因為營養不良 發生病變 沒有 還是 基因裡頭本來就註定它是經過 大概十個頭髮的生命周期 它就開始會分泌量減少 不是 那它還會有新的出來啊不是嗎 出來就是白的了 出來的就是變成灰的或白的了 對 這樣子喔 對 目前為止 但是每個人它可能就是一個基因裡頭 我決定我的那個Range在哪裡 如果說你今天是這個 作息非常的不正常的 你可能就在這個Range裡面 是屬於比較早出來的 喔 那如果你如果是在那個 比較會養生的 你可能就在Range 比較後面的地方出來 對 但是它出來的順序是有順序的 就是這個離病角先 然後在頭頂 頭頂 最後才到後腦槽 所以那個是 那個的確是這個樣子 沒有錯 是這樣子來的 那像小薇這個就不正常囉 它是病角 髮邊 對不對 對 頭頂還沒喔 頭頂現在才開始慢慢的 才開始喔 就是有沒有 微塵嘛 往上面慢慢勾上來 對 那像這個這個順序不太對 會有什麼這種 這是統計上面啦 所以有些人可能還是會有 有點差異 有點差異性這樣子 那小薇 像妳當初看到白頭髮照 妳會去拔嗎 有拔過嗎 我告訴妳 我病角曾經用那個 像那個拔豬毛那個 拔了那種 對 我拔了大概全部 拔完幾根還會流血 哎唷 很好這樣 而且我跟各位分享 病角千萬不要亂拔 因為病角拔起來好痛喔 可是有人說什麼拔一根 又會再長三根 有可能嗎 對啊 我就想問啊 來來來 因為你知道 我覺得 人家就說拔一根長三根 可是我的想法不是這樣 那妳幹嘛還拔 因為我看不到它我就好了 我看不到它 所以你知道 每次染啊 每個月染很煩 嗯 那有時候看到的時候 還來不及去染 它就長出來了 對 不要說妳啦 我覺得這是一種全民運動 對啊 大家看到白頭髮誰不拔的 對啊 會不會拔一根長三根 我真的好想 對啊 來問一下黃醫師好了 嗯 西醫上面唯一有做過 白髮跟黑髮生長速度的研究 是在停經後的婦女 我們發現說 白頭髮長的這個速度 比黑頭髮大概快百分之十 生長速度有差 也並不代表說 你拔一根它會長更多根出來 所以 這樣子的這個觀念 其實在西裡頭 是比較沒有根據的 互傳的是不是 其實我們在拔頭髮的時候 會傷到妳的就是毛囊組織 你有可能拔之後 就不會再長了 而且通常齁 我們通常是長頭髮 長白頭髮都是在中年之後 你那時候頭髮生長速度 也不會像小孩子這麼快 所以其實啊 如果能夠不拔的話 我是建議不要拔會比較好 那問題是數量太多啦 越來越多 對 用一些中藥啊 用芝麻 芝麻本是它是 高含鐵的食物喔 所以它可以補血 可是它從事黑色是入腎 它也可以補腎 所以你看它 補血又補腎 你倒不如都用一些食材 來調整自己 不是更好 那像芝麻的話 能夠預防嗎 就譬如說像小薇已經知道 爸媽就是少年白了 那我可以從年輕年 就盡量多補充嗎 那當然是會有幫助的 不過如果小薇你以後 拔下來的頭髮留給我 因為這個頭髮是一味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頭髮黑髮 好重要 我還以為留給妳要做髮咧 哇 真的喔 沒有 它真的是一個很好的藥材 我們來看一下 對 但妳說是白頭髮嗎 沒有 黑髮 白髮 基本上它是用黑頭髮啦 所以白頭髮不是啦齁 大部分藥材使用是用黑頭髮 因為當然補的效果是最好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它本身的杏味 第一次聽過 對 它本身杏味是苦為寒 我們就叫血魚 我們剛說是血之魚 所以它專門處理血液的疾病 尤其是出血性的疾病 可是這個血魚通常是已經是 就是有稍微燒過的 對 那它可以就是補陰 它可以消瘀 那它可以治療什麼 我們剛說血症對不對 像舌頭的出血 像鼻子的出血 像我們說泌尿系統的出血 對 或者是說因為就是譬如說腹瀉 造成的血力 所以只要是出血 不正常的出血性的疾病 其實很常在中藥裡面 會加上血魚這個藥 所以你們是怎樣 黑頭髮把它燒了變灰 然後去服用 把它碳化過後 對 直接加在藥材裡面一起做 然後它可以 止血消瘀 止血是吃還是敷 直接吃啊喝啊 喝啊 對啊 尤其是胎髮是最好的 效果又更好 你說小baby那個胎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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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拔下來的頭髮 或剪下來的可以留下來 作為一個藥材 賣給你 蛤 那我很多 像我就很有疑問 就是說其實每個人 像我 就開始兩邊先在白對不對 對 然後有些人是頭頂 有些人又是下面 像我是這個地方 就最近出藍帽 對啊 那這樣身體到底 會不會是出現了什麼景緒 景緒 就是說我可能這邊 我會得到什麼疾病 我這邊會是什麼樣的 喔 我們當然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比如說我們人以經絡也好 中醫的區塊 內臟五臟六腑 它能不能反映在這上面 是什麼部位的 因為有些人突然這個 額頭上面冒了幾根 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不是別的地方 對 來 林醫師 林醫師來幫我們解答 其實啊就是人體的確 它是有 經絡走過的 尤其是經過這條經絡 通常它如果出現阻塞的時候 會以疼痛來表現 那當然頭髮 譬如說你這邊 容易在這邊出現問題的話 它是跟我們的肝膽系統會有關 它不見得是全部同時會出現 可是它可能會出現 其中幾種的問題 對 那如果你是這個癲 如果老師這邊呢 前面這邊跟前面一兩根小韓 這個地方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經絡它其實很細分喔 比如說我們正中央 這一個是督脈的 對 那如果你是這一條的話 那跟督脈 陽氣虛 我們說三陽皆會於頭 所以如果說你 你基本上陽氣弱的話 氣血不足 還是有可能會導致它比較多 可是如果你是在這個地方的話 它是乾淨與督脈會於癲 一樣它可能是乾淨跟督脈的 乾淨代表什麼 睡眠不足嗎還是 對 比如說因為你壓力很大 然後你的作息不正常 對 你承受了 譬如說老闆要求你很多 可是你會覺得 對 這些都會有影響 那如果說那你是屬於這個地方的話 對 最前面 一樣它是 對 這個地方 對 對 它是陽白血 也是膽筋的 所以簡而言之呢 頭髮還是跟什麼 跟壓力很大關係 跟睡眠沒有關係 那老師像我老公是後面這邊特別白 這兩邊 耳背後面 這邊是什麼 這邊會有三角筋跟膽筋 對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有可能譬如說它氣 三角是主身體的 所以氣的運行 對 它氣的運行可能會有問題 或者說它一樣 還是一樣承受比較多的壓力 它沒有適時的縮解 或它缺乏運動 對 這些還是都有可能會有影響 它便利運動 所以這一方面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講的不是說 有這一些生活做起的人一定會白頭髮 但是如果這些局部有出現白頭髮 代表你可能是有這些行為模式 對 自己回頭檢視一下 它是因素之一 像我還有問一下 比方說 要怎麼樣才能預防 就像因為現在我要有沒有 就是才那麼幾根 不到十根 那我可不可以預防 要怎麼樣預防 然後讓它不要長慢一點 然後五六十歲再來長 可以啊 有完美喔 對啊 完美喔 人生可以這樣真好 來 李醫師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又回到我們剛剛說了 你哪些系統會跟白頭髮有關 譬如說肝 譬如說皮 譬如說肾 那第一個你要做到什麼 譬如說肝 你在肝筋在走的時間 十一點 膽筋 肝膽的時間你就應該要休息了 晚上十一點 對 這就是預防之一 譬如說你不要把壓力放在心裡面 適時的運動 了解 好 那李醫師 再給你一個重任 幫我們教一個什麼烏髮茶 讓我們喝了之後 沒錯 真的嗎 讓他到七十五歲才長 好不好 連日本人都愛用的護髮 日本人他們的這個 你可以問一下 他們的頭髮跟皮膚都很好 那我想說奇怪 他們是怎麼保安 他們就跟我說 這樣我如果要去海邊 我會把一比一水漿 噴頭噴 然後頭髮就不容易曬水 是喔 非常非常好用 青春有時候要靠朋友 十月十七日 青春夢回頭 噴頭太難了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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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最關心的 對 如何讓我們的頭髮總是烏黑亮麗 我們要喝烏髮茶 可以準備熟地12克 熟污15克 熟地本身是補血的喔 熟污本身可以補血 可是熟污是不是很貴 對 那有分啦 然後再準備黑豆30克 黑豆本身也是入肝入生的 然後準備蜜汁的肝草 那就是因為黑豆它本身比較不好做 所以你黑豆要先洗淨之後呢 你用水先浸泡 然後接著把所有的藥材洗乾淨之後 一起煮 大概煮15到20分鐘 那我們先看一下熟地有什麼功效 我們剛剛說的 你要補頭髮一定要先補血對不對 因為髮為血之魚嘛 熟地本身它就可以滋腎 它可以生精血喔 它可以充耳瞑目 因為它同時有補腎的功效 那來看一下重點了 在古書上不是我說的 古書上就是說它可以黑髮 它可以烏脂 就是那個鬍鬚 變黑鬍鬚的鬍鬚 對 所以就是說 你好好地吃這個烏髮茶的話呢 就會能夠維持烏黑亮麗的頭髮 那我們剛剛常常說的核手烏 它可以鬆裂精氣 它可以補骨益水 一樣都是補腎的功效 它可以洋血 它可以烏什麼 烏脂髮 又是一個烏脂髮囉 為滋補之良藥 就是要準備這幾種 其實都不會很貴的藥材 平常就可以煮來喝了 那黑豆怎麼綠綠的 要找青人的 它有分黑豆青人跟黃人 對 青人的才有補腎的效果 對 那把它打成碎 是因為增加它就是煮的表面肌 它藥效會釋出的更快 這樣子會更好 那這個藥材大概什麼樣的人可以喝呢 只要你沒有在感冒的時候 你都可以用比較滋補的藥 這個是保養 還是可以把白豆拉回黑的 我說過 在我的臨床上面是真的有那種 你不能說我今天已經滿頭白髮 我想要讓它維持跟黑的一樣 不可能 可是如果你是肝長出來的話 這個藥材是會有幫助 這個是可以的 對 是一定會有幫助的 可是很奇怪喔 像我媽媽的姐姐 她在湖南 她現在住在養老院 她本來是枕頭都白髮 就人家介紹她 就是也是用中藥泡出來的 就是合手屋泡那個酒 她這樣每天喝每天 她現在白的地方都黑了 真的 她85歲了 她長黑了 有可能 就是當她已經長出新的頭髮 她不是在長白的 是長黑的 是喔 黃醫師覺得不可思議 真的 真的 你是覺得不可能 不是 黃醫師是想買兩罐 我要說的是 那個我剛才講那個 黑色素細胞對不對 它枯竭 可是黑色素細胞沒有死掉 它沒有死掉 它只是沒有再分泌黑色素了 所以其實 西醫上面現在也是在找方式說 如何再活化這個黑色素細胞 讓它能夠重新分泌 那它醒過來就對了 那有一些case 我們看到說 本來它是白頭髮 可是它在做完這個局部的電療之後 它可能是癌症病原 做完電療之後 那刺激那個黑色素 它反而那塊局部的地方 又黑了 就活過癌 好啦 那如果我們 以天然的食材為導向的話 夏老師 介紹一些食材 讓我們頭髮無回量力 好 來 夏老師 我們就像擺了這麼多東西 這全部都是幫助頭髮 零朗滿目 可以護髮 生髮 洗髮 都可以 是喔 來 那我們可以一樣是從 先洗頭髮嗎 好啊 可以過來看嗎 可以 這一顆一看就知道什麼對不對 對 它是一顆蛋 好 那我今天呢 我們先講最天然 這是我以前高中的生物老師教的 是 雞蛋以前是敷臉嘛 我們可以用它來洗頭髮 好 洗髮 可以啊 這是一顆生蛋 我的蛋白跟蛋黃都放在一起 那這個是什麼 聞一下 喔 白醋 好 這是白醋 那實際上 我們如果很多人用生蛋洗頭都擔心 因為它有殺門試菌 但是 醋可以殺菌 所以呢 我們就把醋整個倒進來 抖進去 大概多少 實際上是1-1 譬如說像我們 如果用一個小杯子 把蛋整顆打進去的量 然後你再加一樣的白醋 那我們就把它打成 已經變成是這樣子了對不對 對 我們的頭髮呢 就維持乾的 然後就把它分開 然後慢慢放在頭皮裡面去按摩 就這樣子就好啦 對 那因為呢 它是按摩頭皮還是那種頭髮 頭皮 其實我們洗頭應該最重要的是頭皮 就是髮根的部分 好 那但是重點來了 絕對不能用超過40度以上 最好是溫涼 所以我們洗頭的部分 可能都要用稍微涼一點的水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在頭皮裡面去按摩 按多久 實際上15分鐘到20分鐘之後就可以 按15到20分鐘 這麼久啊 然後你可以 因為實際上我們是在促進它的血液循環 那因為這個蛋白它裡面有很多 跟蛋黃裡面都有很多很好的物質 特別是軟鈴質 對 它們可以活化我們的毛根 那15到20分鐘之後呢就沖掉 就把它沖掉 但是一定要用涼水 OK 然後呢沖掉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頭髮很很自然的蓬鬆 不會說好像塌塌的 那放醋的原因是什麼 醋就是剛剛我們講說 除了可以殺菌之外對不對 而且它可以修復我們的這個整個髮根 這個髮幹的毛鱗片 還有就是它裡面有很多的B群 那用烏醋咧 烏醋黑色感覺更 你真的在料理啊 烏醋它的料理加乾麵又可以 其實呢 現在大部分我們用的是 米醋或是白醋或是蘋果醋 那但是烏醋 因為它好像又另外有加一些調味 所以我們就沒有用 它那個配方是不一樣的 烏醋跟白醋不一樣 所以這個比較單純一點 對 好 那再來這一個是什麼 我們洗完頭之後呢 我們可以互發一下 這看起來就是油狀 這個就是台灣最有名的茶花籽油 就是苦茶油啊 這個油啊 其實我真的是到了美國 我才找到它 我之前在台灣的時候 就很多阿婆 他們都是用這個在保養頭髮 所以七八十歲 都一根白頭髮都沒有 對 都很無黑喔 那時候我都不知道 我是後來到了美國 我發現日本人他們的這個 你可以聞一下 他們的頭髮跟皮膚都很好 那我想說奇怪 他們是怎麼保養 他們就跟我說茶花籽油 然後我回到台灣才發現 茶花籽油跟苦茶油同一種 那它為什麼對保養頭髮有效 是因為它裡面呢 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油酸 跟我們人體的皮脂相合 所以呢 它也可以治癢我們的這個髮根 像我如果要去海邊 我會把一比一水加茶花籽油 用噴頭噴 然後頭髮就不容易曬傷 是喔 非常非常好用 OK 好 但它真的純的也不便宜 現在台灣比較好了 還可以 還負擔得起 因為它用的量沒那麼多嘛 你會有稍微沾一下 就整個就有了 對 好 這是潤的 再來這邊是感覺上好像是吃的 吃的 好 這個看起來很像抹茶粉 可是它就是 桑葉粉 桑葉粉 可以 這都是食用級的 好好吃喔 現在是用買的啊 還是自己要把它曬乾再把它 有兩種做法 這個是買的 甜甜的味道 很好吃 甜甜的耶 是天然的 所以你看餐多幸福 餐寶寶 有點像抹茶耶 對啊 像抹茶耶 對啊 真的像抹茶 抹茶還帶一點苦 這個還好 像我們剛剛講的說 桑葉在中藥房它是一味藥材 所以我們可以買回來 煮水 然後洗頭也可以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要吃的話 因為它曬乾以後 它的纖維還是很粗 我們沒有那兩個大牙齒 對 所以我們就還是用桑葉粉 那很簡單 買這個商業粉現在都有現成的 然後再加上 黑芝麻粉是不是 對 這個是黑芝麻粉 有這麼多嗎 應該不用這麼多 其實它是1比1的比例 對 1比1 自己抓啦 看你要多少量 如果說全家人吃當量比較大 對 好 這兩個就夠了是吧 是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熱水 熱水來 就這樣一點點啊 對 我們的水量其實不用很多 因為我比較希望它是用 糊狀的模式 因為糊狀的 如果冷了 沒有吃完還可以變 法膜 法膜 直接敷頭髮 一邊吃一邊敷 它的邏輯很奇怪 這樣躺著睡覺好像醋啊 蛋啊 一些食物啊 吃法啦 香油啊 把自己搞成一道料理 對 但是還好不用帶著睡覺 補充一下 就是說好像那個山葉啊 黑芝麻 除了它可以有這個烏髮的功效 如果說你的眼睛 比如說文華你跟我說 它眼睛容易 最近看得不清楚 比如說事物模糊 眼睛不好的 比如說你想保健的話 這道藥才對眼睛也很好 就光這兩樣都很好 那 剛才黎醫師補充的真的非常好 我有一位長輩朋友 那他就是腰吸都沒有力 就不想走路了 然後呢我就跟他說 其實也可以試這個 結果後來發現說 他的連這個走路腰吸都都好了 就這樣子對不對 完成了嗎 我們把它加入五種蜜 對 這個呢 這個我們看起來這個是糖蜜 糖蜜呢 就是我們在練糖之前呢 有第一道的 那我們調味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糖蜜 為什麼要加糖蜜 這個糖蜜 除了味道好以外 它有實際的效果 因為糖蜜裡面有微量元素 鎂跟銅 然後呢 還有B群 又回到B群了 就是這幾個營養元素一定要 好 糖蜜好像鐵質也很高嘛 非常 對 蓋上去好香耶 然後呢 這裡我還有準備這個叫做 桑蜜 桑蜜果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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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如果說呢 我們想要說 讓它口感又更好一點 我們也可以把桑蜜果醬 再放進去 所以這個就什麼都很補了 喔 桑蜜果醬可以調它的味 是 好補血喔 對 也有效果在 聞起來滿香的 是 不是嘛 因為你看這個顏色 調完之後 對 真的很香 好像你來到國術館還是什麼的喔 但是 我們做染髮劑 當心變豬頭 黃醫師有帶那個是使用方法 好像是錯誤的對不對 那皮膚有因子有受傷的 皮膚受傷的 一個好 我從就是抓下來的這個圖片 就是說有時候你這個接觸性的皮膚炎 並不是說只有訣線在你有接觸到染劑的部分 你這個過敏的時候會整個眼睛都腫起來 這兩個是同一個人嗎 是 他就是用了抽乾肌之後整個眼睛這樣衝起 你看這個顏色 調完之後 真的很像 好像你來到國術館還是什麼的喔 但是實際上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現在表面已經有一層油了 對 所以它有 芝麻 芝麻的油啊 芝麻的油分很高 直接吃喔 是 直接吃 然後 實際上我們的頭髮一根 97%都是蛋白質 所以這裡面有非常足量的蛋白質 你為什麼 你怎麼想我 你怎麼想我 你怎麼了 眼頭點得很沒長 到底是黑糖呢 還是抹茶呢 還是 傷腎呢 來 試試看 對眼睛好 對頭髮也好 你剛剛說你正需要 對 而且不管你不要吃下去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還不錯 要吃傷腎 因為它這個 糖蜜啊 你如果單獨吃啊 它是帶一點苦 所以其實並不好吃 你沾一點你就知道了 糖蜜不是甜的嗎 它是甜 但是它並不那麼甜 它是有點鮪魚甜但帶苦 是 對耶 就這個味道耶 對啊 但是你把貨在裡面 加上那個傷腎果醬就好好吃了 對 對 而且重點 而且重點 大個年紀的人要多吃 我 因為綠色又露乾嘛 黑色又露盛 所以乾腎雙補 就頭髮眼睛 腰膝都好了 就OK 是 真的耍廚耶 這個你要真的乾燈 你眼睛到真的把你給它喝掉 對啊 那吃完之後 現在叫它小Sam 以後變大Sam 對 太正了 太正了 好 謝謝夏老師 謝謝 我再補充一下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那個食材啊 夏老師今天準備的食材非常好 其實是一般人都可以的 可是尤其針對一個族群 就是做月子的藏腹 特別適合 對 而且黑檀又補血 所以其實做月子的藏腹 都非常適合這道就是食料 那再來就是苦茶油 我們上集有提到說 如果有的他不敢吃麻油 他可以吃什麼 苦茶油 苦茶油在月子期間 也是一個很好很補的一個油 沒錯 好 那麼我們在頭髮這個黑髮變白髮的部分 大家了解比較清楚了之後呢 還有一個東西其實還滿傷害的 就是染髮的問題 真的耶 像我們一染就會染上 像一般習慣 還有老一輩常常在講說 染髮是不是會傷就是 傷腎啊 真的有這回事嗎 或者會掉頭髮常常染 對身體很不好 是不是有這回事 沛姐妳多久染一次 大概差不多兩個月 就會不染 兩個月那幾乎就是沒有間斷啦 對 差不多 可是問題我不是那種枕頭白髮 只有幾根 可是因為我就要求 就想說 因為這邊染的話 你其他顏色不一樣又不好看 所以就枕頭弄了 對 不過像這樣染頭髮 到底會不會傷到真的 所謂腎還是什麼呢 黃醫師 染頭髮如果我們粗略區分的話 可以分暫時性 半永久性 跟永久性的染髮 那像剛才那個小薇提到的那個 用刷的那種的話 那種其實都 那種比較安全 因為那是屬於 暫時性的一個染髮 對 如果說我們用一個毛髮的 那個結構來看的話 最外層的是一個毛鱗片 中間呢 再靠近中間一點的話 是毛皮質 再進去是毛水質 其實如果是暫時性的話 它其實都只是一些色料的分子 附著在最外面那個毛鱗片的地方 對 你如果分子越小 越可以進去到中間一點 它的那個持久性就越強 那如果說實際上我們到那個理髮店 專門去給人家染的那種分一二劑的那種染髮的話 通常它必須要先用一劑先把這個毛鱗片給它破壞掉 把裡面的那些黑色素把它融出來 之後再用一些這個氧化劑 把一些那個它後來要新的色素把它弄上去 它的好處是說 你其實對白髮的遮蓋率的話 永久性的那種染髮是遮蓋比較好 如果你是暫時性的那種遮蓋率的其實都是不好 你染了你還是看得出來你的頭髮是偏回白的那種 可是那個傷害性的話就是永久性的刺激性一定是比較大的 所以你意思說 我毛鱗片傷害掉了之後 我藉由頭髮侵入它也可能傷害到我們身體本身嗎 還是說是頭皮的問題 不是 染髮的傷害的話 第一個當然是染髮劑本身的刺激性的大小 第二個的話就是像你講的就是 你在染髮的過程當中是不是有保護好頭皮 有些人他甚至為了要不要動好頭皮 他會在頭皮上先塗一層像凡士林那樣子的一個保護的東西 以前我們不是都會討論說染髮劑是不是會有致癌的風險嗎 早期的時候對於一些像膀胱癌啦 子宮頸癌或者是淋巴癌這些東西都零星的有報告 而且不是說染髮的個人 有些是報告他那個理髮師 因為他接觸多了他也有可能會有致癌 一天好就要幫人家染 零星的跟這個零星小規模的報告啦 不過後來最後最新的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他們的癌症研究的報告還有這個 美國的這個化妝品的這個審核協會 最後他們是認為說 目前來講這個癌髮劑致癌的這個證據力是不足的 我們目前是認為說他並沒有致癌的風險 但是他還是對皮膚的刺激性是很大的 就是對皮膚那泡泡染因為他染髮不同喔 泡泡染會不會他傷害的程度更嚴重 而且很方便嘛對不對 很多人在家隨便都隨便染 泡泡染的話他其實使用的成分是 因為他是一次完成嘛 他並不是一二季 所以他是比較屬於暫時性跟半永久性的 照理說他的染髮劑的這個傷害性是比較低一點點 可是因為他在宣傳的時候讓人家誤以為說 其實你是一個洗髮間染髮的東西 所以你用的方式你可能會去搓頭皮之外 有些人甚至他是天天用 因為他就把他當洗髮精在洗 我覺得是這個錯誤的觀念讓泡泡染變得很危險 喔 太爛用了 對 你如果用的對 你一個月用一次然後你不要去弄到頭皮 其實泡泡染並不會非常很傷 對 黃醫師有帶那個是使用方法 好像是錯誤的對不對 那皮膚也一直有受傷的 皮膚受傷的 剛好 從就是照下來的這個圖片 好可憐喔 就是說有時候你這個接觸性的皮膚炎 並不是說只有局限在你有接觸到染劑的部分 你整個過敏的時候會整個眼睛都腫起來 那這兩個是同一個人嗎 是 他就是用了錯誤染劑之後 整個眼睛這樣腫起來 或是像這個也是一樣 整個眼睛的臉皮都腫起來 就因為染髮的關係啊 怎麼會腫到眼睛啊 會 因為他就是 過敏了 整個過敏 對 他接觸的時候他也有可能會 戳柔頭皮 流到我們不一定會 對 流到眼睛這一邊就有接觸到 也不是這種人好像是過敏體質 像我表達染就是枕頭 然後整個不能睡覺 就整個都腫脹成像豬頭一樣 會超過你接觸的範圍 他不管任何的染髮他全部都會 都不行喔 都不行 對 很可憐 局部的那個紅會非常的厲害 所以這個就是一些過敏的例子 難怪人家都會說 譬如你要染之前先試試看對不對 皮膚會不會敏感什麼的 那如果像我們一般 真的已經開始染了 是不是建議說 配合頭髮生長的週期 我大概每隔多久 再去補染一次 天然藥草DIY 輕鬆染髮不傷身 這兩個的效果呢 在我們的頭皮跟我們的髮根 其實它都有加強的效果 那它會讓你的白頭髮從一根白色 然後慢慢會先變成金色 然後金色慢慢變棕 然後棕色會變成你的自然髮色 而且重點是長出來的頭髮是黑的 那如果像我們一般真的已經開始染了 是不是建議說 配合頭髮生長的週期 我大概每隔多久再去補染一次 不要太密集 安全週期 對 那個 對 就我剛才講的 頭髮平均的生長的速度 一個月大概是一公分左右嗎 所以最好如果你要染的話 第一個就是只染這個髮根的部分 然後一到兩個月再染一次就好 不要太頻繁地去染 一到兩個月 所以剛剛我們兩個月是還OK的 還OK 對不對 好 來 小薇 妳多久染一次 我也是差不多兩個月 可是我是這樣一圈都是白頭髮欸 那妳是這樣 那妳也是兩個月啊 因為我自己的經驗就是這樣啊 妳有感覺嗎 妳會覺得哪裡不舒服 我跟你們分享是說 因為我剛開始發現白頭髮的時候 我是超級不能忍受的 我幾乎是一個月 只要看到白頭髮我就染 對 剛開始 那其實我小時候啊 有段時間 時常會痛到 頭痛的習 就是習慣喔 會痛到想吐 為什麼 可是我不知道 我媽媽也帶我去檢查 就是沒有腦子 沒有長東西 沒有任何的問題 可是我到長大了 我結完婚之後 其實我覺得慢慢 這東西症狀好了 可是我告訴你 我開始 突然開始自己 尤其是自己染頭髮 自己去買一些外面的染劑有沒有 你也不知道 反正想多放一會兒 可能著色更好 對 然後我慢慢那段時間 開始我只要染完頭髮 過一個禮拜 我頭痛又開始恢復了 蛤 是喔 所以我就想說 我一直在看說 為什麼這個頻率 開始那麼高 我自己染頭髮 我沒有 我是到那種高級的殺龍 對 我真的覺得是這樣 我是還有做 頭皮先處理什麼精油 先按摩頭皮 保護頭皮 對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療程下來 也可能好幾千塊 小薇 這樣你懂了沒有 講出來信心人 你不然把樹在對面的旁邊 壓力很大 沒有頭痛 沒有 其實我也是這樣 我也會染啦 可是我覺得 通常你交給專業的時候 我覺得 因為它的度數跟劑量 其實它都會 它會掌控 它會掌控 對 拿捏的也剛好 可是因為白頭髮冒太快了 對 你有時候會覺得說 你冒得太快 你還來不及想要去染 你頭髮就 白頭髮都冒出來了 不是 因為喔 你看我們通常在給人家 專業在染啊 他們都跟你講說 這個絕對不要去染到頭皮 它有它的一套 對 現在看不到 對 還有現在流行的 對 還有泡泡染啊 你怎麼可能不裹到頭皮呢 妳說什麼染法我都用過了 泡泡染 天然染 什麼染我都用過 是嗎 對 妳有帶妳平常在染的東西 有啊 有兩種 一種是口紅膏 然後就可以插在 這插什麼 白色併腳的地方 真的黑了耶 滿好用的喔 可是好黑 黑倒不自然喔 整個就黑了 所以這種黑呢 你不適合我了 然後另外一種 是這個 這是什麼 像睫毛膏的一樣 這是什麼 一樣的 就像睫毛膏一樣 刷上去 看到沒有 睫毛膏 這種就直接刷上去 唉唷 來來來 再撩起來一下 喔 現在換併腳下面喔 這裡 喔 這個比較自然 喔 這比較自然啦 所以現在是正硬的 這個有顏色可以挑就對了 對 髮色 喔 髮色 這算是一種染髮器 我跟你講這個比較健康 因為其實它 你回去之後 其實你用溫水啊 你稍微帶 它就洗掉了 如果不洗的話 它就會枕頭上嗎 反正我跟你講 反正就是白頭髮滿頭 看了很不高興啦 這些東西都買過 可是我是勸大家還是 真的用天然的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真的會頭痛 真的啊 真的嗎 這個我們來求證一下 會頭痛 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基本上會痛齁 都是因為經絡的組織或不通 所以不通則痛 那而且皮膚它本身也是一個 排毒的一個管道 所以你接觸到的皮膚 對身體是真的不是很好 那另外我有準備一個 就是說中廟的一個天然的 一個染髮的成分 它叫紫草 紫草 不好聞 滿臭的 腳丫的味道 你想要聞一下嗎 然後呢這個是講 這這這這 擦在頭上嗎 也是這樣拿起來塗嗎 也是這樣拿起來塗嗎 當然不是啦 那豬 我怎麼覺得好像聞到我們 男同學的腳臭味 感覺襪子 這叫紫什麼 紫草 你聞聞看 像不像Sam 沒有我老公我腳不臭 香港腳就是這種臭味耶 對 你該不會叫我們竹起來喝吧 可是你不要想喝吧 那真的很臭不要啦 不能因為不好聞就 就不要它 它其實染出來顏色很漂亮 你看 這是自己染 而且洗過好幾次了 它本來是純白 像那個白襯衫這麼白的 所以你說紫草拿去煮水 然後弄頭髮是不是 對 你把它煮成水 但你說劑量的話 就是如果你要深一點 你就是加多一點紫草 如果你咬呆你就加少一點 那它本身就是一個很天然的 一個染髮的成分 對 也不太會傷身 可是我想問一下是不是枕頭染完 就有那種角氣病的那種味道 不會 你去洗個頭就好了 還可以香香就好了 不然你就是用醋 或是鹽去定色 好不好 像這衣服可以定色嗎 那有沒有這個染髮的禁忌呢 我這邊有一個板子 頭皮上面有傷口 或者是說你做了這個 接觸性的測試之後 發現自己有過敏的這種人 不適合染 那因為這個東西雖然 最後的這個證據率 對致癌性的證據率是不足 但是因為之前其實是有報告過 所以不管是懷孕的婦女啦 或者說你正在 月經週期的婦女的話 我們也是不建議 為什麼月經的時候不能染的話 因為那個時候子宮內膜在增生 所以就是你一樣 所以它可能透有你的皮膚 是血液系統去循環是不是 是怕的是這個東西 因為它致癌的話一定是 因為皮膚吸收的關係 那還有就是說我們剛才講的 隔兩月 如果你剛染完或探完的話 最好也是再隔久一點 OK 好 染髮要注意的 所以我們用天然的是最好 天然的 向老師 有沒有天然的染髮劑 對 除了剛剛那個紫草之外 對 我要很肯定的 然後充滿希望的說有 好 來來來 我們來教大家 向老師 我們這邊面前的材料這是什麼 好 實際上這兩個是一般我們喝花草茶 就會喝 這個呢比較細的叫迷迭香 然後這個是鼠尾草 那這兩個的效果呢 對於在我們的頭皮跟我們的髮根 其實它都有加強的效果 其實像迷迭香啊 時常我們在很多生髮養髮的 這個洗髮精裡面都有參加 這個迷迭香 不是只是為了香 就是 你聞一下它的這個味道其實還蠻淡的 但是它有生髮香 沒有想像的那麼香 對 那要煮過以後 它的味道會比較濃郁 那這個是鼠尾草 那實際上鼠尾草它的 這個功能非常好 像我們很多的時候我們的頭髮 不管你是落髮或者是 頭髮這個黑色素不分泌變成白髮 其實都是因為有一些 不舒服或者是 那這個鼠尾草它可以 那捷徑之後呢 如果再有迷迭香來促進血液循環 然後等於又是把這個應該分泌黑色素的這個母細胞 黑色素母細胞 把它喚醒 然後就會分泌 但是我們把它中和起來泡了這個茶 你看它這個茶色很深 對 那它的這個茶色其實它對於髮絲這個整個髮乾的這個 附濁的這個濁色的效果其實滿好 像我自己就有白頭髮 對 然後我會開始用這個也是因為我的好朋友 他懷孕不能再染了 所以我們就開始一起用這個 那它會讓你的白頭髮從一根白色的 然後慢慢會先變成金色 然後金色慢慢變棕 然後棕色會變成你的自然髮色 而且重點是長出來的頭髮是黑的 對 就是小小的 揉揉毛的這個小頭髮長頭 都會是黑色 我以為你那是染的 最重要是長出來的是黑的 太厲害了 但是呢這個它不是說像一般的這種染劑 就是說我今天用馬上就有效 它大概需要大概三到四個禮拜 那但是就是說 每天用 你就把它洗完頭之後 其實你不用洗頭 譬如像我現在頭髮乾的 我就把它整個頭泡下去 可以 然後就按摩一下 然後留在頭上大概15到20分鐘 你就可以清掉 或者說你如果覺得這個味道 你可以接受 你就帶你去睡覺 明天早上再洗 那這個是怎麼樣變這個 是用泡的還是用煮的還是 要這麼顏色重的話是要煮 我們把這個一個茶匙跟一個茶匙的量 等於算1比1 然後加上517的水 然後呢 煮開之後再讓它滾30分鐘 然後放兩個小時 就不會那麼燙 免得把頭皮燙傷了 它就是會這個顏色 會這麼深的顏色 是喔 那甚至呢 它不是只煮一次你就丟了 你可以再煮第二次 再回煮 而且你可以如果它在裡面浸泡 稍微久一點 它的顏色還會更深 那如果昌明哥想煮3次咧 也可以 我也可以是不是 它應該會煮到5次 煮到5次 我可以拿來順便泡澡嗎 可以 還可以咧 泡完了到時候身體一轉金色 吃羊排的時候再把它加一點下去 我有一個朋友啊 他就是很喜歡這個味道 所以他就把它煮了很多次之後 他就放一整個澡盆 整個人像潛水艇一樣 真的可以啊 就頭 然後他的想法 就是說他頭髮也長 眉毛也長 然後睫毛也會長 全身都長 搞好就變得更烏黑亮麗就對了 對 那主要是其實這個是可以喝的茶 所以它對皮膚並不傷 真的假的 是啊 好喝嗎 好喝啊 我喝過了 微微的苦就是 不喝 不喝 謝謝 謝謝向老師 吃苦的 還好你講實話 可是你看到毀甘就不苦了對不對 對 因為它 因為它太濃了 不會 沒有啦 其實它好不好喝 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告訴你說 不黑咧 可以喝 所以你說說你頭髮再去沾滿了 它也不會有副作用 重點是頭髮要黑啊 對 所以這個其實就 我比較習慣就是也推薦大家 就是用天然的 然後稍微有一點時間 因為我們可能花了四十年 把白頭髮養出來 那我們可能再花三到四個禮拜 再把白頭髮養成黑頭髮 我覺得很值得 對 而且又很天然 不怕傷身體 好 那麼我們教大家這樣的方法 但是我們頂上的這個毛髮 成為智慧毛 所以我們大家都很重視 如何讓它健健康康 烏黑亮麗 我們照老師專家搭的這個步驟 我們去試試看 對 好 對 謝謝所有來這邊分享 謝謝 好 下一層時間去守地 請你跟我見過 拜拜 拜拜 炒菜炒到一半 就聽到外面 就開始在那邊 有人在吵架 尖叫 有時候我就甚至 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邊 然後開始協力 離職性 孩子是很天真活潑的 他這些行為 其實沒有那麼邪惡的念頭 想要搞媽媽 或是想要把媽媽搞離職 對不對 但是對那媽媽來講 就是你明明就是故意的 孩子喘鬧尖叫 媽媽沮喪想離職 今天晚上八點 請你跟我這樣過